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总决赛啊,看一下1比1平之后呢,我想采用一下这个虚拟播报,看能不能好一点啊 哎,行,领先11分 100,现在比827 5分钟领先10分 2分钟10分 9分,1分钟 10分,这个没什么问题啊,行,最终我们停下来了,看一下基础统计 基础统计的话,德罗赛22分,姚明20分9个篮板 杜兰特21分,姚明还是稳,姚明这边的话,我们这边3个人20加 姚明前几场综合起来的话,我们目前看一下数据统计下 从这个季后赛这边 不能看这,应该是看球员统计 我们看第一轮是,杜兰特发挥比较好,26 场决是6分 第二轮呢,是杜兰特31分 分区半角色,还是杜兰特发挥的比较好一点啊 姚明这些都一般 20加也就哪一个 那是从这个分区 决赛也就是西决这边呢,还是靠姚明一个人18.1分 杜兰特这边就不行了,命中率极限下滑 极限下滑,应该算是,好 再看到这个总决赛 总决赛的话是姚明29分11 14个篮板,杜兰特这22分 6个篮板,那几个助攻,明显就不如姚明了 所以姚明还是总决赛 总决赛FinalMVP还是拿过的人啊 对不对,打总决赛得心应手 蛮厉害的 所以杜兰特基本上感觉跟姚明很难竞争啊 因为你得分也不超过他,篮板又落后比较多 不太现实,感觉想成为这个MVP的话 所以杜兰特,怎么讲前两轮打得好 但是白白糟蹋了这个 一个机会,拿MVP的机会 可能姚明要蝉联FinalMVP了 诶,等一下,好 好,我们知道对吧 这里好像是落后蛮多了 我们看一看待会能不能进去操作一波 第四节目前我们落后了11分 15分有点多 13分有点多 10分 9分 9分 感觉我追不回来了吧 7分 6分 哎,追不回来了 再虚拟波,不好意思,天玩山 哎呦,被追回去了 哎,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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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钟,75比68 啊,这个得操作了 啊,这突然操 操一波啊,这有点难受 我们落后多少分,4分钟落后了 7分 4分钟落后7分 挺难受的耶 进去看一看 4分钟落后7分 哎 谁,乖轮 侄子 造一个犯规先 漂亮点 今天乖轮3分2个助攻 好久 好久 这样我们就落后了5分 5分还行啊 西蒙斯这边,哎呦,突进来 感觉这个怪伦是防不住啊 身高体型方面差的挺多的 我们需要用这个孙悦去对一对 然后,姚明这边 单打恩比德 后仰 好久还是稳 西蒙斯,哎呦 西蒙斯真是生吃啊 真的是 狼板 看一下啊 这边是谁换了谁啊 好,换上了孙悦 这是我之前 这个总决赛第二场比赛 进行的一波调整 就用孙悦去对上西蒙斯 这会好很多 身高体型这一方面 来尔斯 难受的这 费福利 好 好像还是不进啊 也算是运气好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 每次这种落后球进来打 真的就是非常难打 杜兰特得发威啊 感觉啊 24分今天还不错打的 上了26分 今天怎么第一要证明一下自己 今天怎么第一要证明一下自己 有的球员在万众瞩目的季后赛舞台上打的镇定自若 大方一才 有的球员则表现暗淡 我们知道他属于哪一类球员 哎,好防 成功地预判了这个 所谓对面的 阿联 阿联 嗨 恩比德 篮板 我们这得抢过来 好球啊 孙悦 下快攻 阿联 比姚明打一个吧 这波快攻一点时间 难受难受难受 这又是要打抢击的节奏吗 难道 天王三输了之后要打抢7 可以可以可以给机会给机会 6分球 打转换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就很麻烦了 很难追这个分了 特意 姚敏 没打成这下 最稳的姚敏也没达成 防守方很难防顾他们一波又一波的进步 真的是西蒙斯之球 到了左侧侧翼 就是克拉克 恩比德被冒了 姚明哎呀 对球啊 完了完了完了 大家都没体力了 在外线杜兰特 球虽然很无解的杜兰特啊 虽然很无解 没错 他们根本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要保护好球 偷住时间别让对手翻盘就行 看样子这是要输 最后换一波投手 试一试吧 王世彭 杜兰特已经累了 换 换这出方雨 阿联更不用说 得阿联杜兰特这个位置 还有谁比较准一点 出方雨 姚明换王志志 投三分 这几个都能投三分 孙悦有点累 换刘伟 刘伟 刘伟 刘伟这边好 可以 快 孙悦 三分球 哇 这都不进 杜兰特 漂亮 还有机会吗 这里六分球 再去休息了杨兰特 换几个拖手上来拼一波 拖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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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孙悦三分球 这都不进 就抢三分 接下来 如果投进还有机会 投不进 算了 天晚上自在输了 主要这个模拟太坑人 模拟是真的坑 主队得球 三分投篮 好球 主帮羽啊 可以可以 主帮羽 给力啊 上一届总冠军 也靠他这边贡献了不少 反正 他们采取了故意犯规战术 第一球罚进了 他们的优势已经扩大到了六分 他这两次滑球都罚进了 双方比分差了七一分 罚球表现不错 稍稍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你们怎么想伙计们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想放弃这场比赛 他们确实有绝不放弃的精神 我觉得他们那种精神值得尊重 在现在的情况当中 大多数球队 7分 我这球 你还给我 跳球 那那彻底晚了 彻底废了 好 结束了 3比2大比分落后了 现在 只能逼得自己打了 而且两场比赛大概率都要打抢7 二不然的话就是等于如果模拟的话 风险很大大概率就会输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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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